今次介紹的是灣仔一個舊樓單位 翻身之前是這樣的樣子 阿邦阿 今次這個單位 實用面積大概有多少呎? 這個單位大概四百多呎 這個單位都是常見的典型眼鏡房單位 廳的面積不算大 但就有很多門口 變成沒有一幅實場很好用 這間屋的護主兩夫婦 不需要多一個房間 順利成章我們就拆了一個房間打通 垂房裏面又有醫務間、書房 這個原本兩房間的間隔 現在變成一個房間 那就寬敞了很多 垂房區就在這邊 工作區和梳妝桌就在這裡 桌桌還可以坐到兩個人 這個是一個電動的遙控油壓床 因為你都知道油壓床有時 如果一個女孩子的話 可能會比較難開一些 這個電動油壓床 就可以解決了女護主不夠力或者危險 原本另一間房間的空間 就變成了衣帽間 兩邊帶衣櫃都用了玻璃鏡托門 不需要預留空間開門 空間更加實用 門後面的儲物量都非常充足 地台還有很多儲物空間 平時少用的袋或者其他雜物就可以放進去 在衣帽間和睡床中間都加設了玻璃托門 空間劃分上面就更加有靈活性 房門特別分開大小兩邊 可以因應生活需求而選擇開單邊或者兩邊 其實回到之前 空間規劃和現在不是很不同嗎 很不同的 我們第一次來到這個單位的時間 其實梳化是放在這個位置 其實出入廚房也是比較積極的 放進去 這裡由於有兩個房門口 一個很小的電視機櫃 看來空間就很焗促 兩個門口就改變成一個門口 客廳的位置感覺寬闊很多 梳化後面這幅牆變大了很多 放一張曲尺梳化之餘還有一個位置 電視就改放在廚房門口旁邊 電視大佈了之外 出入廚房都比之前方便得多 另外一邊就是玄關和飯廳 玄關有一組高度天花的灰色鞋櫃 旁邊還有一個掛衣的位置 可以掛外套之餘 牆上面有些掛鉤 方便掛頸巾和手袋 而且掛鉤是玫瑰造型 又漂亮又復古 換鞋的座位下面都還有櫃桶 見到全家屋都用深色的木紋和灰色 特別是這幅牆用了灰綠色 為甚麼 不想那麼單調 所以這幅牆我們特地用了綠色 突出客廳的格局 而且始終都是飯廳區 也沒有那麼容易髒 廁所裡面換了一些結具 換了一些肉瓶 其餘的東西都沒有什麼大根據 最主要是我們拆了原本的廁所門 改了一條暗門 做了一個暗門 連覆維新之後 整個客廳的感覺就大了很多 舊時的業主幾年前已經換了些廚櫃 不過門教真是差一點 所有門的門教我們都換了 廚櫃是保留的 主要是水壓不夠 我們就在天台上和他教了一個水泵 現在就解決了水壓不夠的問題 單位飯廳上面 原本有一條很愛眼的橫樑 在飯廳這個位置 有一條陣之後 變成一個天花 好像有一個洞 其實都不太好看 我們就做了一組假天花 越過了一條陣之後 就做了一組燈槽 將這條陣隱藏了 這次這個設計 其實風格是怎樣呢 以及用了什麼主要色調呢 主要色調是以灰色 深淺木色為主 主要的要求就是簡潔 有一點輕車華風 好皮靜 對 好皮靜 一把 沙門 踏車 走開